一番亚书第三章 这悖逆污秽压的臣有祸了 他不听从命令 不领受训悔 不倚靠耶和华 不亲近他的神 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 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 一点失误也不留到早晨 他的先知是虚乎诡诈的人 他的祭司亵读圣所 强解律法 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 断不做非议的事 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 无日不然 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 他们的城楼毁坏 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 已至无人经过 他们的诚意毁灭 已至无人 也无居民 我说 你只要敬畏我 领受训悔 如此 你的住处 不自照我所拟定的除面 只是 你们从早起来 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 耶和华说 你们要等候我 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 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 聚集列邦 将我的老怒 就是我的列路 都倾在他们身上 我的愤怒如火 必烧灭全地 那时 我必死万民 用清洁的言语 好求告我 耶和华的民 同心合一地 试奉我 祈祷我的 就是我所分散的民 必从古石河外来 给我献贡物 当那日 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 自觉羞愧 因为那时 我必从你中间 除掉金框高傲之辈 你也不再 与我的圣伤 能傲 我却要在你中间 留下困苦 贫寒的民 他们必投靠我 耶和华的民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 必不做罪孽 不说谎言 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 而且吃喝躺卧 无人惊吓 喜安的民 应当歌唱 以色列应当欢呼 耶路撒冷的民 应当满心欢喜快乐 耶和华 已经除去你的行华 赶出你的仇敌 以色列的王 耶和华在你中间 你必不再惧怕灾祸 当那日 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 不要惧怕 西安娜 不要手软 耶和华 你的神 是施行拯救 大有能力的主 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心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那些属你 为无大会 愁烦 因你担当 羞辱的 我必聚集 他们 那时 我必罚办一切 苦待你的人 又拯救你 瘸腿的 聚集你 被赶出的 那些在全地 受羞辱的 我必使他们 得称赞 有名声 那时 我必领你们进来 聚集你们 我使你们 被辱之人 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 在地上的万民中 有名声 得称赞 这是耶和华说的 只许是